可以 怎么样 回夫人话 从胎像来看 十有八九是个皇子 谢天谢地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苏烈 打赏 是 快给其他依次做 臣谢皇后娘娘恩典 请 齐太医 皇后娘娘 从目前来看 您的胎像虽好 可是从脉象来看呢 续化无力 脉系如丝 臣以为 难道龙胎不好 齐太医 您可别吓我 是这样 夫人 皇后娘娘 已不是玉玺的最佳年纪 又因端会太子之轰 忧思过度 这些年神死操劳 导致体质虚弱 虽然微臣一直用药 为皇后娘娘催孕 但是您在玉玺之前 日夜事迹 劳累过度 这便是玉玺的时间不太对 你只要告诉本宫 能不能保住龙胎 当然呢 但是皇后娘娘 玉玺刚足三个月 未免母体孱弱 以致胎而不保 臣打算稍爱保胎 稍爱保胎 是 那必是有华胎之相啊 是啊 娘您不要着急 臣这也是防患于未然 只要是能保住龙胎就好 那 那皇上哪儿 您放心 臣会暂时替您隐瞒的 不 齐太医 您一定要让皇上知道 皇后娘娘替皇上怀嫡子 有多么辛苦 多么艰难 即便您要稍爱 也必须皇上在侧 陪伴娘娘 让皇上亲眼看着娘娘的辛苦 这样 皇上才能对这孩子倍加重视 其如明白 皇后娘娘 皇上 臣告退了 有劳您了 齐太医 您可千万要记着 皇后娘娘腹中的龙胎 不仅干系着傅茶室的满门荣耀 也干系着您的身家性命 您可务必仔细着 是 是 zan 儿太医attack里露恶 野娘娘娘娘娘娘似泡 你的伙able 你 profile 不妨 她做事也算当心了 我不是要她当心 是让她拼着性命护着你们母子 皇后娘娘 您的年纪不小了 这一胎若不能保证母子平安 往后咱们复查室还指望什么呢 咱们复查室的一切 就全指望着您这一胎了 我明白 我一定会生下嫡子 不让皇上失望 也不让额娘和傅查室全足失望 下去吧 立心 你先下去 听说皇后怀孝不太好 那又能如何 如今皇上心思都在哪 我膝下只有一词 而皇后怀孝龙胎 对 若是皇后生下第一次 那朕就什么都与我们无望了 皇后生难生命还未可知 诸如可现象反而在遇行 皇上可还是去长春宫 皇后这一胎怀孝不太好 朕有点放心不下 是 新 imposed 什么声响 仿佛是北秦 宫中会有北秦的 唯有嫁妃娘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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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儿臣想在画上的时候 只有桓额娘陪着儿臣 都是要做姐姐的人了 不许小气 今日陈贵妃又生下一个女儿 这往后宫中就不止你一个公主了 你更要拿出做姐姐的气度 那公主和公主也是不一样的呀 儿臣是皇阿玛和皇阿娘的女儿 是嫡初的公主 除非皇阿娘再生一位妹妹出来 才能跟儿臣一样呢 你也不许胡说 皇阿娘给你生的一定是个弟弟 是 怜心 快给本宫继续勋着 是 太后 今日是四公主洗三的日子 您不去热闹热闹 行了 下去吧 罢了 哀家去皇后那里刚回来 有些乏了 皇后娘娘这一胎要紧 是啊 欺辱都告知哀家了 皇后都已经在烧爱了 能保到九月就万幸了 皇后娘娘年岁偏长 若是孩子再不足月 那便胎理弱了